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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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家庭的孩子的教育 家庭的经济 跟家庭家里面的琐事 她不问 经济困难到我姑娘有一岁多的时候 她要吃那个饼干 我都买不起 多少钱 一块多钱啊 我都借我同事的五毛钱 才给我姑娘买 剪纸要花钱吗 是啊 什么花 纸花钱 纸就是一张那个悬纸 就是福国墨的 就是八块钱 八块 对 可以买几袋饼干了 最让她接受不了的就是 后来我干脆辞去工作 对 那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吃掉她自己的工作 就是专心的就是要做减纸 那更没收入了 一切一切的压力就压在我自己的头上 我说她她不改 而且她还有一个想法 要拿这个减纸 要挑战基尼斯 所以就是说把我弄得我都进医院 因为压力太大嘛 再开个鞋垫 就是通过鞋垫 维持我孩子成长 既然这么疯狂 我们看看 简纸的这个作品到底有多精彩 这一幅简纸就是中华双圣图 文圣给五圣 孔子和关公是吧 这个基尼斯的作品 缩小版 400名之一的缩小版 缩小版 对 这个原来的有多大 原来的是456平方米 这个简纸它是先要构思 构思出来再画 这幅作品 从构思到完成五年才创作 这构思谁想的 是我老公 让我老公说一句 你想出来 因为这一幅作品 从开始到完成 它要经十几道工序 画图的时候 就是拿一个拖把棍 上面榜上笔 在那个场地上画 我一个人画了三个多月 没有人陪我说话 所以说这是一个困难 再一个就是 因为没那么大的纸嘛 所以就是要等不到一平米的纸 就要把它拼接起来 我二人就是为了 帮我完成这个梦想 他就用那个电源一朵 给我拼接这个纸 后来他跟我共同来挑战 刚开始我是反对 到那个默认 到支持 到参与 其实他以前也不是讨厌他减职 他以前是讨厌他 不负加临责任 对吧 其实他对于你的爱好 只要生活能支撑的 他都愿意去支持 爱你所爱 对 老师 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创作本身 应该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情 你会这么痛苦 或者这么委屈呢 我给那个老师也解释一下 因为创作这个漫长的这个时间 用了一千多张纸 这个经济这一块是我们的压力 我们都能砍过来 关键的是我们作画的过程中 就是一年四季的 在一个空旷的篮球场地里面 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们就是说 就是说一句话 都是要跑过去 到他那块说 我在那个篮球场这边 他在篮球场那边 我们两个就是说话 就是说话你想 篮球场那么大 说话也听不见 我就 我看他去那个出去了 出去了我一肚子气 我就找他 是不是他玩呢 我出去我看他 他站到那个一个角落里面 他在那个大男人 在那个哭的时候 我心里面 我说我一定要做好 特别的一个 一个支撑他身体的一个 你能明白 其实我有种感觉 艺术家呀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去表达 但是艺术家呢 又同时他们又偏执又脆弱 他们脆弱的时候 需要你去呵护他和照顾他 但他就靠着那份偏执 才能坚持下来 对不对 对 是 如果要流泪 也是幸福的泪水 而不是委屈的泪水 关键是在于 你刚才所说的那两点 手工艺的精湛 和文化价值的蕴含 这两点很重要 对对 对不对